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您跟师父之前 这些姻缘很好 然后您提到了第一个问题说 您有位好友多年前已皈依家里供奉了观音 但他坚持不受戒 理由是他已经能守五戒 所以不需要行这个仪式 每次香港佛光道场举行三规五戒典礼 我都会告诉他 也把海报传给他 但他总是不为所动 第一个 第二个 我出生在佛教家庭 有四姐妹 只有大妹和我受了三规五戒 皈依大师 还有一位妹妹是因还愿皈依了 但不受戒 另一位妹妹是完全不肯皈依受戒 但是也供奉观音 说以前曾经相劝及鼓励 但为了避免他们反感 也就放弃 不再劝说 但只要佛光道场举办三规五戒 就一定把海报传给他们看 让他们知道 请问法师 您说我该怎么办 好 当然谢谢所有大家团队的用心 好 然后您提到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是好朋友 一个是自己的姐妹 我觉得不要勉强了 你都把姻缘给他们了 那他们讲起来共通都是有拜观音菩萨的 也许你只能请观音菩萨给他们姻缘吧 就您说的 如果一直push 他们如果没有自己有那份感受或者说感动 他不想 你越是好像去催促他们 他们确实或者反感 或者还是一样不为所动 所以我觉得 这个皈依 我们可以让他们明白 那受戒不能勉强 因为我们受戒 其实他们讲说是一个仪式而已 其实不是 受戒是学戒的开始 那他说 我已经在受持了 就好像有人讲 我已经是好人 我又不作奸犯科 我也不会去害人 这些 那如果他就是到这里 有个好方法 你把早安佛光记给他们看吧 听着听着 总不至于反感吧 那总是 您参考看看 我只是觉得说 受戒开始学戒 那但是不能勉强 就像 比如说 我鼓励年轻人去读佛学院 但是呢 我会不会鼓励人家出家呢 不会的 为什么 出家这么好 他们年轻人 没有家庭的 这个羁绊 这些牵挂 那如果有道心 那是很好 可以鼓励 就可以讲说 促成 带领他们进到 从临学院就读了 之后他要选择在家出家 来学佛 或者是来弘法 他自己决定 出家就不能鼓励 因为真的 这是一辈子自己要走的路 所以我只能关心 给他们姻缘 但是不可能去push 甚至鼓吹 出家多好多好 整天很快乐 不是哦 出家很认真面对这些生命啊 那这些喜怒哀乐啊 个人的这些姻缘啊 所有都要自己一关一关就过的嘛 好那总之呢 我只是总的来给您一个建议 就是你尊重他们的选择 你已经给他们姻缘 那再来决定如何 应该是他们要自己去决定的 那您这一边 就是有什么时候传接 就像您讲您的做法 还报给他们咯 什么时候我去到场 或者是说 你直接就一直跟他们讲 要受接要受接 如果此路不通的话 你要不要换一个方式 比如说 什么时候到场 有什么呀 园游会好了 什么时候在户外 有预佛 因为我看 这样看一下您是在香港到场 很多活动办得好好 到场 勇佛法是指导的 都是安排得很如法 这整个规划布置很庄严 照说给人觉得说 这个学佛的人 还是都是很有层次的 所以有一些 或者当义工或者说参与一些活动 先不用直接去说 你就是来就是要受接 如果我们再往后退一步 甚至于再退一步 香港到场的滴水房 这也是素食是很可口的 你说什么时候 那面很好吃 那茶很好喝 姐妹聚会 我们就到滴水房来 就明以时为天 这个你要请客 他们不会拒绝的吧 先在外一点点的培养缘分 建立点缘分 然后再慢慢慢慢 还有美术馆呢 有什么特展 赶快去看一看 给他们一点姻缘 他外围一点 慢慢的 他们觉得不错 这里展很好看 这里什么很好吃 先从这里 先结个圆看看 这仅供参考 好 接下来 这里有一位观众朋友问 说大概我 就是前几天 分享到人间佛教学报一文 第44期 有很多的 这个缅怀师傅的文章收集 那您说 向哪个单位订购呢 这应该是非卖品 那当然欢迎赞助 很多都有人结缘 我们也应该可以结缘 那我想 您可以查询一下 人间佛教研究院 它是有网站的 然后应该上面就有 这个学报的索取 或者赞助等等 你可以上研究院的这个网站 导师顺路 我看一下来 看到谭宇宣 我们经常留言的朋友 他说 感恩师父上人不必三烂之嫌 给大家结缘 以及永固法师持 被开示 我是不知道您看到 看到哪里有牵涉到三烂之嫌 各位知道三烂是什么吗 这个在讲说 佛教有些弊端 就是乱收徒众 就是很随便的就找人 你要出家赶快剃头 这样 衣服穿了就可以了 跟着就是去赶金颤 可以收红包 到处受供养 不具足真正出家人的身格 戒律等等 行义都没有 随便就这样 就给人剃头 叫烂收徒众 烂挂海单 就是说 寺院什么人来挂单 就接受 来路不明的人都可以 随便住下来 就可以有的吃 有的住 这个不行 那另外一个是 烂传戒法 传戒 变得好像灾汇 很多人来供灾 曾经呢 就是说 在这个 大概是清末明初吧 特别明初 就是民国初年 这一方面还没有 很严格 有这个纪律 这些 就是很腐烂 很随便 这样子 其实是造成佛教素质低落的原因 叫 散烂 所以我不知道我讲到哪里去 我们这位观众朋友 就说 谢谢师父上人 不必 就是没有必会散烂之嫌 佛光山 我一定要强调 没有什么之嫌 因为根本就不会 佛光山的组织 纪律 制度 这些 章法多么严谨 不会有散烂之嫌 而且这是师父非常反对的 要在佛光山出家成为师父的徒众 要佛光山传戒 佛光山传在家五戒菩萨戒 传出家戒 三坛大戒 被称为模范戒 所以不会烂传戒法 不会的 烂挂海淡更加不会 好 所以我只是回应 不知道这个留言什么意思 但是我还是要回应一下 因为我想我们的观众很认真在留言 也很认真提问 所以我要回应一下 好 接下来 谈到说 请开示 接下安居 说师父 你们有 接下安居吗 好 接下安居的意思 这是从佛陀时代 就已经 有制定下来的一个做法 在印度 差不多四月到七月 这个不但是 这种夏天 就是很热 而且呢 雨 也是雨季 又湿 又热 所以连印度人 这是我听我印度的师兄讲的 印度本身的人也病得不得了 尤其我们沙米学院 那个时候很注意 毕竟还是青少年 还是比较小 有的时候发烧了 也说怎么样 不舒服 难免都会有 所以 那个慧贤法师 他好像爸爸在照顾孩子一样 他要学会针灸 学会基本的 医护等等 这个 所以那样子的天气之下 所以 佛陀当时就制定了 说 这个 鼠齐雨季的时候呢 就不出去脱波了 那大家 就声中了 上千人这样跟着佛陀 就留在金色 结下安居 就不出去 而是由护法信徒呢 供养 就带到这个金色来 这样 当然 佛陀时代的金色 很像 这个祈元金色 竹林金色 那个可不是现在 我们一般看到的说 比较 可能三无人 自己自修那样的金色 可不是 佛陀的 那个是僧团 那都上千人的 所以那个供养 就是真的要 很大的 护持的力量 所以有的时候 国王 或者是一些 大副长者 他们就会在这个时候 来护持 那让 僧众呢 就出家人 就跟着佛陀 很安心 专心的 跟着修 修持 学习 所以在结下安居 这段时间呢 因为这样子 集中的用功 也很多人会 在这个修行境界上 或者我们讲说 正德的 这个果位上 都会有所提升 所以到了 七月十五的时候呢 称为 佛欢喜日 就经过这样的 结下安居 很多人都 进步了 地址进步 或者有 学有所成 所以作为老师的佛陀呢 就很欢喜 所以叫佛欢喜日 或者叫 就定为 生宝节 那所以您 问到说 要解释这个 结下安居 那另外说 问我们 有没有 结下安居 在我们呢 如果你看到 比如说 这是 西来寺 这是 多伦多 纽约 或者沃泰华 佛光山 我们的分别院 是杜众的地方 杜众的 那就是要 以信徒为主 我不能讲说 我现在假设讲 哎呀 我想结下安居 三个月都不会播出 早安佛光 就不对外了 我们都自修了 我们是 红法的道场 是杜众的道场 那不可以 那我们的安居 在哪里呢 那是养众 培养 还在 这个 好像培养根苗 或者是说 像 你像佛学院 那他是 他的 他又不用等到 结下安居 才来 这个养众 才来 这个 好像 养育这个 出家人的根性 或者是 天文戒律 修持 不用 他本身是佛学院 其实他的 这种安居 时间就更长了 所以 所以养成出家人的地方 是有养成的地方 但红法有红法的地方 所以让您知道一下 所以我们因为现在在红法 是接引大众的地方 是不会有结下安居 但是我们自己呢 每个星期会有放香日 当然 放香日是怎么样去 整理自己的东西 或者自己要用功 这个就是 会给我们一个时间 准备自己去用功 好 另外 我想这样 这就是我讲 才回答几个 其实另外有一个 我就是听了也 蛮 蛮 蛮 怪爱 那个 那个虫啊 我还去查了一下 翻译也不太容易翻译 叫 就是 反正就是 问到那个虫的问题 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留到 明天再继续 好吗 好 就 今天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